助你自在、自學、活出風盛人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 黎尼 自在人生大學堂香港生態遊戲系列已經做到第13集 我可以幫忙主持其中幾集都覺得很精彩 了解多了很多就是香港不同的生態 例如有雀仔、行山、樹木、地質、菇菌、蝴蝶等 多虧是我們這位嘉賓主持就是陳家俊 帶來這麼多不同界別的專家和我們一起聊天 藉著大電波多謝這麼多集上來的嘉賓 聽到這麼多之後發現原來香港是鵝虎藏龍 對呀好像我們今天的嘉賓一樣 我們就是講近岸海洋生態 我就邀請了一個好朋友 如果有看Youtube的朋友就覺得 原來年輕人這麼好的研究員 是來自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什麼 有請就是海洋保育經理蘇晉賢 Kelvin 你好Kelvin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是講近岸海洋生態 Kelvin 幫忙定義一下 近岸即是岸邊 香港很多岸邊地方 那裡的生物是不是就是近岸海洋生態的意思 其實如果簡單定義 總之我們海水碰到岸邊的地方 我們都會叫這個為朝鮮大 但其實如果要再細分一點 我們其實都會分上朝鮮大 就可能是朝鮮 朝鮮的時候會被海浪碰到 會有一些生物譬如會很善的 即你們平時在岸邊 一些祖啊 甚至一些裸仔 通常這些位置 另外下朝鮮大 有時就因為朝鮮、朝退 譬如是騰湖啊 一些裸仔 再低一點就是一個叫朝下帶 長期碰著水 譬如我們會看到一些棗 珊瑚礁 但我就想宏觀一點看一看 就是我們之前說了很多的山山 雀仔也有 是唯獨還沒說海 那一說海 即是香港著名的漁港 即是過百年的漁港 香港為什麼這麼豐盛的海洋生態 你可不可以讓我介紹一下給我們的聽眾 其實根據我們香港大學2016年的研究 其實香港的海洋面積大概1600平方公里 如果說整個中國的海洋是0.03% 0.03% 但是我們的海洋物種是全中國有26% 都可以在香港運到 即是四分之一 那說回海 海現在大概有1600平方公里 其實全港的面積大概六成左右 即是海的面積 但是我們那個 你知道我們的海岸線很長 有很多海灣 我們大概那裡有800公里長 很特別的海洋環境 譬如西面我們會有珠江口 東面我們就會有南中國海 整個很開闊的公海 即是這個海洋的獨特之處 東面和西面其實都造就了很多不同的海洋棲息地 給不同的海洋生物住 我想聽著的聽眾當然有不少是年輕人 也有可能是婦女的朋友 一說起海洋當然會介紹買菜 原來香港的海產都非常之豐盛 我想這個是不是跟這個都有關係 一定有關係 尤其是因為我們香港 如果說回地理位置 其實我們是屬於這個叫亞熱帶 其實亞熱帶這個氣候很好 我們熱帶的生物會在這裡找到 然後溫大的生物都可以找到 而加上我們也有不同的季後風 一些海流 也會有很多想不到的海洋生物 例如一些熱帶地方 譬如菲律賓 有機會誤闖香港水平 是因為經過海流 他們會跟著海流去到不同的地方 香港正正因為有這個環境 找到很多種海洋生物 我想給一些聽眾聽 就是我們香港的海岸 我們做了些什麼去保護這個地方 其實如果我們說海洋的保護層面 其實我們香港也有不同的海岸公園 是 海洋公園 沒得玩的設施 是 海洋公園 是 海洋公園 其實現在香港大概保護了4%的海洋面積 但是如果我們要計算 我們未來可能有一些 譬如三跑的海岸公園 這些補償大概有5% 你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但是我們在海岸公園裡面 其實都沒有禁止大家去游泳 大家潛水浮潛 獨木舟都沒有問題 做些不破壞性的東西 或者拿東西都是可以的 我們如果說保護區 其實在海岸 他們基本上海岸公園 就已經包了 剛才我說的浸著水的地方 你剛才說海岸公園是不可以擺東西的 例如禁止捉魚 有什麼規則是要遵守的呢 其實海岸公園裡面 最主要就是不可以騷擾任何海洋生物 都不可以帶走任何海洋生物 這個是犯法的 包括譬如如果你玩獨木舟的時候 你撞到珊瑚 其實這件事嚴格來說都是犯法的 沒錯 所以海岸公園其實是保護了一個很優美的海洋環境 其實一些研究都會看到 在海岸公園裡面的魚 因為不可以捉魚 所以那些魚是會比正常 不是海岸公園的地方的魚會大條很多 譬如我們在海峽灣海岸公園裡面 看到一些紅油 手臂那麼長的斑 這些石斑 我們都會在海岸公園看到 其實海岸公園其中一個功能就是 就是說在裡面的範圍區裡面的資源很豐盛 它其實是會隨著海流到處走 有益於其他地方 所以我覺得海岸公園是不得不贊 阿珊瑚說得一件事很好 其實我們在英文有一個叫 speel over effect 海岸公園我們希望保護魚業 加上海岸公園裡面的魚夠多 越來越多 擠迫戶來越多 其他地方 譬如海岸公園以外的地方 其實它要捉魚 它的魚都會多了 但是因為香港始終我們現在大概只有5% 我們的目標其實都可能是 希望推進到10% 講解2030年之前是30% 剛才我們嘉賓就是來自世界自然基金會的Kelvin 就說到在西貢海下灣的海岸公園 可能有些人我都相信都參與過一些團 去到當地看生態 但其實我都只是聽過這個公園 其實香港是不是還有一些其他的海岸公園 問一下Kelvin 其實我們海岸公園 香港其實有7個 7加1 7個海岸公園 我們由東面開始說 海下灣海岸公園 跟著東平洲海岸公園 跟著印洲台海岸公園 都是屬於東面 西面其實我們都有幾個圍著大嶼山 沙洲龍古洲海岸公園 大小磨都海岸公園 大嶼山西南海岸公園 南大嶼海岸公園 還有一個叫海岸保護區 是在鶴咀 石澳那邊 可能你會問 為什麼有一個叫海岸保護區 其實海岸公園可以 可以對一些我們正常的水上活動 譬如潛水、浮潛這些都可以 但是海岸保護區 就是一個比較高階的保護策略 基本上它只是除了大學做研究以外 就是港大的朋友 因為那裡是有一個港大的實驗室 其實泰古海洋研究所那些朋友說 他都說那裡的魚是真的很誇張的 你沒試過在香港會看到這麼大條 正正就是因為海岸保護區保護了 就是因為我們要做多些海洋保護的工作 以及提升公眾對於海洋環境的關注 我想Kevin來說一下 剛才說海洋、海流 這件事可能對於聽眾來說是比較陌生 什麼叫海流、什麼叫海潮 其實我們很多海洋生物 其實它們繁殖或者它們的分佈 都是很取決於海流 或者根本說的水物 我們香港的海洋生物 和一些多樣性 我們都很受制於兩樣東西 海流 另外就是珠江的流量 那譬如夏天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叫海南海流 海南就是海流 就是由海南島那邊 就將一些 因為海南島是熱帶地方 將一些溫暖、鹽度高的海水 夏天就會由海南島 就會由南中國海到香港 而冬天相對上 我們就會有一條叫黑潮海流 將一些太平洋的鹽度高 暖的海水 溫大的海水 又會經過我們香港 所以我們香港的海水 無論是夏天和冬天 都保持著溫暖 但是那個溫暖 是相比陸地和海洋的問題 因為陸地的吸熱、散熱 都會比海洋快 基本上我們海洋的溫度差異 相對上沒有那麼大 香港的冬天 海也有十多度 如果去到夏天 香港有三十多度 只會陸地 但是海洋 都可能有二十多度 相對上就會穩定些 剛才也有說 因為我們香港的冬天 主要受海流的影響 所以我們香港的冬天 海水都是一些 比較 鹽度高 溫度高 一些漂亮的海水 但是如果說回西面 剛才我們說西面 譬如沙洲和古洲 相對上因為我們要知道 西面有一個珠缸 我們有珠缸的出口 河的出口 因為珠缸 所以沖很多淡水 沖了很多營養物 這些營養物有機物 不要以為是髒物 生物正正要依靠它去棲息 中華白海豚、乾豚 都會在香港的西面找到 就是因為他們喜歡鹹淡水交界 甚至我們比較出名的 譬如我們米布自然保護區 其實我們的後海灣 都是因為珠缸的有機物 令到開始有些紅樹林 一些不同的新景 在西面上游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很想跟聽眾分享 就是為何這麼多海洋專家 會想來香港研究 因為可以說 當然如果你有機會 可能去不同世界的地方旅遊 你會發現 要麼有一個海島包著 要麼有可能是湖水 要麼有一個鹹淡水交界地 我想在南中國 甚至在亞洲地區 以至歐洲 你很少見到一個香港的新景 是重複一次的 是可以這麼說 還有甚至是 在我未學會潛水之前 我是從來沒有想過 香港是有珊瑚的 其實珊瑚我真的沒有下水看過 不過講到其他的生態 其實我都試過去坐遊船河 想看看就是中華白海豚 因為很多人都說 很精彩要看看 但是看不到 我總是覺得是碰運氣的 Kavin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中華白海豚 究竟現在是否 人們通常都會去大嶼山的西邊看 那邊有沒有說 因為生態的破壞多了 還是其實少了呢 如果看回歷史的紀錄 就是看前十年的紀錄 其實中華白海豚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大嶼山會比較多一些發展 所以其實是影響了一些海豚出現的頻率 現在以我們的數據 看得回去知道 其實以前普遍的中華白海豚 會在大嶼山的西北邊 或者是機場在大嶼山的北邊 但現在其實中華白海豚 主要被我們的科學家記錄到 其實主要在香港的大嶼山的西南邊 這個位置 如果聽眾不知道什麼叫西南西北 就是大嶼山西邊 主要在機場對出 就是沙洲龍古洲可行公園 而遷了去西那邊 就差不多落到大澳 甚至是分流灣一帶 一出去那裡 基本上就是內地的水域 在那裡走淡水交界 也有很多食物 其實海豚只是為了食物 而出現 現在在大澳確實還會看到 但時間是一個很重點 因為中華白海豚出現的頻率 主要是日光 即是一朝早 即是太陽升起 以及日落 你在中間的時間 其實他們有機會去了別的地方 看海豚其實在香港是有一些不同的操守 所以當你們去到一些租船也好 或者去到大澳去看海豚 謹記 首先了解了一些官團守則 大家上去一些政府的官方網頁 看清楚 不要犯規 好 我們現在立即帶大家 由這個大嶼山飛回去東面 去東面 我們就是要講珊瑚 也是Kalvin研究的範疇 是的 而我們其實WWF都一直在推動珊瑚保育的項目 所以我們去年都推薦了一個珊瑚保育和珊瑚修復的項目 那確實在 例如海峽灣海洋公園 東平洲海洋公園 這些地方 確實是找到 香港比較高的珊瑚覆蓋率的地方 可能在海峽灣 我們香港珊瑚大約有84種石珊瑚 海峽灣找到64種 也挺厲害的一個數據 但是也想跟聽眾分享一下 其實香港有時大家會聽 珊瑚不就是珊瑚礁 是不是等於澳洲的珊瑚礁 但是香港 剛才也有講過 東面和西面 我們是有一個很自然不同的海洋環 而珠江的流量 即西面的流量 其實那些淡水 或者是鹹淡水 有時會灌到一些東面的地方 因為其實它的流量如果多 其實會影響到一些東面的地方 加上我們香港本身 我們雨季多 那個溫度 如果以水溫來講 剛才有講的 冬天我們可能水溫十多度 夏天可能是十多度 夏天三十多度 其實如果以珊瑚最適合它的情況 是25度至28度 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是一個 叫marginal 慢變 所以我們香港只有一些 叫小片一些的 叫石珊瑚的群落 所以我們香港是沒有珊瑚礁 沒有 coral reef 但我們有 coral communities 那就是一輩子一輩子 因為珊瑚是比較淡水的區域 而大家留意珊瑚的生長是非常慢的 待會兒Kevin可以再說一下 但我們在玩的過程中 有機會一個不一個踢下去 你可能大家不在意的一踢 我們現在平均一塊珊瑚 如果說到各珊瑚香港都有 大概一年是長5至10cm 譬如我們香港可能見到 大概半米高的珊瑚 其實那裡可能已經是幾十年 但你踢一踢到它 踢斷了它 你可能幾秒 你就已經摧毀了它幾十年 幾十年的功力就沒有了 不過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生態有這麼多題目可以研究 為什麼你們是這麼有興趣去研究 這些這麼脆弱的珊瑚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這個都關於我在大學的時候 跟著那個教授做珊瑚研究 加上自己潛水越多之後 我就發現 因為有時候香港水比較粗 你未必見到珊瑚魚 但珊瑚一定會見到 我就開始看到 就很想認識它 也開始慢慢發現 原來香港的珊瑚 跟菲律賓 看到的品種有時候都會類似 我就開始更加覺得很有興趣 還有很想令到香港市民都知道 珊瑚其實很值得去保護 但我想問一下 經常都說珊瑚 保育 珊瑚對於一個保育環境的指標上面 有什麼代表性的意義呢 我會說珊瑚 首先珊瑚是一種動物 很多人以為植物 雖然它不懂得動 它是屬於刺包動物 它有點像細胞在身上 所以其實它會用來吃東西 珊瑚本身是一種生物 它會慢慢形成不同的棲息地 其實有些人會比喻它是綠地上的熱帶雨林 可能給大家一個數據 如果全世界珊瑚礁 佔海洋是0.01% 但它是支援四分之一的魚 不同的甲殼類 例如蟹、海膽、海森等的海洋生物 所以珊瑚礁本身有一個存在意義 告訴大家 海洋生物就在那裡 我知道 我有看過海底奇兵 所以我也知道很多海洋生物 就是住在珊瑚裏面 如果用珊瑚的比喻 用我的感覺來講 就是因為很多人要住 珊瑚提供了一個比較良好的棲息地 多元化的地方 而一些不同層次的獵食魚 或者去追尋珊瑚礁附近賺食 其實整個生態環境 你說健不健康 就是看看魚的生物多人性多不多 還有其實如果我們講起其他地方 珊瑚礁不只是給海洋生物的棲息地 甚至可以保護元朗地方 其實現在很多熱帶的地方 都會開始 例如馬來西亞、印尼這些地方 因為他們經常會有一些海嘯 其實他們現在都會在海邊種一些 譬如珊瑚礁 甚至一些紅樹林 都可以成為一些天然的屏障 其實甚至珊瑚礁 也會對漁業、旅遊業 其實都會很有貢獻 譬如我們GDP都很少會說 潛水業界 沒錯 其實這個貢獻 確實香港玩水上活動的人是不少 其實我們玩水上活動的地方 那些業界的人 其實很多都是在珊瑚區裡面 或者在那裡去賺錢 其實不可以單純就是看 他對海人生物有什麼貢獻 好明白了 萬珊瑚原來對人類有很多貢獻 說回我自己有件事很想做 就是想帶兒子去海邊摸蜆 看到人們好像很好玩 但其實是否不好 掘蜆這個動作 它的益處或者海處 是比一個益處大 我們又可以說一下 其實一個香港比較熱門的掘蜆熱點 在大嶼山南邊的一個水口灘 一直都受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掘蜆活動 現在現時在香港 掘蜆活動是沒有法律的管制 我們經常說掘蜆 可能大家會想 掘蜆最多就傷害蜆 但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例如掘蜆的時候 你會掘起其他的海洋生物 你不會填藤的 那隻蟹或者鱲 它是要花費更多的力氣 是要進入去的 如果你這樣說 我想給大家一個幻想 在海岸邊很多沙泥灘 不是很多洞 其實不同的海洋或者生物 其實是家裡 泥灘下面其實是四通八大 掘蜆其實是把家裡的所有通道 擾亂了 因為其實它就要佈在沙瓶上面 因為那時候是沒有水的 可能會脫水 它要花很多力氣進去 因為你掘了出來 讓其他獵食者吃 所以掘蜆這個行為 不只是對蜆 而是對周邊的環境 其實一些海岸的泥灘生態 當然我們之前前幾集 也有說過小鳥 也有說過水鳥 也有說過水鳥 但一提到水口這麼嚴重的問題 其實我們有什麼可以做一些 來保護它 或者如何教育市民 其實我們在WF在2018年開始 已經在那裡做一個教育活動 我們其實設計了一把蜆類保育蛇 我也有 就是一個洞 這個洞其實就是一種特定的蜆叫沙板 其實在水口灘都是一些遊客 或者掘蜆的人朋友 他們很喜歡掘蜆的 其實我們特意設計了一把尺被沙板 有一個洞 如果你掘蜆 你量度尺寸 它小過的洞 我希望它放下 給一個機會 它可以繼續長大 大那些 你就可以考慮你想不想拿走 其實很想推動的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一個可持續的採集海洋資源的模式 這個也是希望透過教育宣傳 遊客知道 其實你剛才也說得很好 很多都是由家為主 其實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親子 和一個接觸海洋的機會 大家對於海洋 可能是水族館 海景 其實是比較少 最多是沙灘 但譬如一些沙瓶 泥灘 很少可以接觸到 所以我們想推動一些人 可以自動自覺 遵守我們的掘蜆手術 傳個討論 小的蜆不要拿走 希望去教育大家 另外尤其是水口 這麼敏感的地方 其實它不單只是掘蜆 其實水口有馬蹄蟹 比較很重要 香港做保育界來說 很多時候有些人 太多人在上面的沙瓶 其實真的有機會 會踩死不少的有體 聽完Kelvin說 之後 我們現在知道 就是在泥灘裡 其實有很多海洋生態 不要只掛摸蜆 找蜆 掛著吃 我們真的要留意其他生態 例如蟹仔 他們是家裡 所以我們欣賞一下他們 知道他們是家裡 所以不要亂破壞 不要再摸蜆 是啊 而且剛才Jan說得很好 就是 在水口裡 也是憑泥物種 一隻叫中國後的馬蹄蟹 在那裏居住 我們其實都很害怕的 就是人們覺遜 它到處走的時候 它踩到馬蹄蟹都不知道 它大概是手掌的一半 其實它通常會躲在沙瓶上面 所以如果不覺得 你踩了它 它最大問題就是 因為它的生命周期 需要留在灘灘上面 十幾年 大概它才會出海 因為有很多幼體 幼體的時候 手指甲這麼小 也有的 怎麼說呢 因為它有保護式 正如你所說 踩了都不知道 所以其實現在 無論是政府 甚至我們NGO 其實都一直在推動 希望可以在水口裡做多些保育 政府都有意 在水口灘那裏 可能建一些教育中心 希望會有一些導賞員 一些同事 可以在這裏教育一些人 知道哪個位是多馬蹄蟹 盡量不要去那個位 希望大家認識了這件事 知道 那你就不要走過去 就是這樣說 公佈 你說有些人可能聽到 哇 你明明是很敏感的地方 你公佈 就是破壞 但我們做環境教育的朋友 其實我們會從一個很正面的角度 就是寧願教育你 都不需要隱瞞 因為現在網絡世界太過透明了 所以所有的聽眾 也都上了這麼多課 希望你們從那十幾集不同的內容裏面 可以認識到原來香港的生物多人性 無論是上山下海 我們有很多豐盛的資源 也都希望去珍惜我們香港本身有的資源 如果你未緊想投入多些參與海洋保育的活動 可以去這個世界自然基金會找Kelvin 他們就可以教大家 假如你今集才第一次聽是不要緊的 你都絕對可以重溫的 就是上新城電台的網頁 或者新城資訊台的YouTube Channel 都可以聽回香港生態遊的十三集 有不同的嘉賓也有不同種類的生態 今天就來到最後一集 我們有多謝Kelvin 還要當然謝謝你 陳家俊幫我們做了這麼多集的嘉賓主持 你都找了這麼多位專家朋友上來一起分享 我們多謝每一位嘉賓 就是曾經為這個節目付出過的朋友 我們希望未來有機會有更新的資料給大家聽 時間到這裡真的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談 拜拜